它有點藍紫色 加上說跟它原本車色也有一點點的接近 還有它的側邊的方向燈 我們都把它換成熏黑的樣式 之後呢 回去想要把前後保桿再重做一次 因為兩個原因我就放棄了 第一個 又要再買一桶漆非常貴 為了兩支保桿 第二個是師傅跟我講說 因為不是同一次噴的 我如果再做修補 有可能產生色差 就算沒有色差 光線一照下去 整個反光的顏色 保桿都會跟車子不一樣 你包含在尾燈我們在改裝的時候 其實好像也遇到接線的問題對不對 我現在改的這個方向燈組啊 其實你看會造成故障嗎 我剛剛一打方向燈那個金燈號就跑出來 可能是電阻值不一樣 誒 什麼 Check Check什麼 Health Engine Check 怎麼會這樣 又亮燈了 又亮燈了 靠腰啊 來電為你的生活充電 全台最大充電服務營運商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行李艺 有啊 今天要去找利 gall 這要社交官 怎麼到時候 可以幾磅嗎 欸 看到沒有 好 有沒有看到 FIX IT AGAIN TOMORROW 應該是昨天穿的 所以今天呢 就是TOMORROW到了 沒有 今天是TODAY FIX IT AGAIN TODAY 所以我們今天知道去哪裡了吧 好 開著Fuillado 好 來去FIX IT AGAIN 好不好 再去修一下 看這個引擎燈 到底是什麼鳥東西 他就出發去換滑 找利友了 我們沒機會 沒有藉口去找他 終於有了 還有一個就是我改的那個 水流的LED的方向燈嘛 對 所以他的那個 每一次我只要發動一打方向燈 三角形金燙 金燙號就亮了 好 所以這個等一下來問一下利友 然後第三個問題是這個 我覺得啊 他現在開室內循環有沒有 外面的味道還是會傳進來 所以等一下問一下利友說 是不是他的那個 室內外循環的隔板 沒有隔好 其實室內外隔板 他有的是用那個電動的那個Wire手 像這個應該都電動的 因為他只是一個按鈕 對 亮下去的話提供訊號 他就可能利用馬達 拉Wire手把那個隔板蓋起來 對 那有時候會因為隔板周圍的 那個海綿呼吸啊 就造成說你 阻隔味道就沒有辦法阻隔很完全 那一個就是去換那個海綿嘛 那有時候是那個馬達可能壞的 嗯 你一按然後他就不想關你 那通常如果是這個狀況 我可能就強制把他封住就好了 因為其實我開每一台車 我上車我就是 一定是那一序 開室內 這三個問題要去讓利友看一下 不知道要不要住院 靠腰 這種車對不對 跟你講說沒料也是合情合理 哦 對 他忽然 他跟你講有料 我還會覺得太屌了 不是他經常備在那裡 對啊 我還會覺得哇你好屌哦 你真的是專修耶 然後在最後一種最消極的時候 先消掉看看 先消掉看看 這個可能有機會 我覺得這個機會最大 這個先消掉看看 然後就倒了 消掉兩天 又來了 如果又來了 我不知道要跑一趟 我真的對上次我們走的路線 有點沒印象 你會上次去很久 快半天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記憶力好差哦 好啦找利友 還有給人家換那個 那個LED燈有沒有 所以現在打發燈他會亮三角形 電圖的 會怎樣嗎 不要 不要吵他 會怎樣 會怎樣 好吧 那也只能這樣 好我等一下賴那個 可以找誰弄的那個 接電圖哦 看得到 哦好哦 水哦 他也是500的車子 哦是哦 他專門在弄這個 先看那個引擎燈吧 欸還有他那個 如果開室內循環啊 他那個隔板 好像沒有辦法完全阻隔外氣 他那個位置會很難找嗎 脫皮板裡面嗎 你現在看不到 要拆這個 你要蒸發器拆掉 你才看得到啊 啊從這邊看不到嗎 他的位置在這裡 從這邊你這打開 就看得到 你也沒辦法 好 進出口還是 我把這一塊拆起來 就看得到 那如果你懶得拆 儀表或是不想動啊 他看得到 對啊 我很討厭 那室外的那個味道 沒關係哦 我可以 我可以 這個柯P專門的 他身上 長期會備有一隻小 小一字的 一字 看得到什麼東西哦 蒸發板 那這個在講啊 你的那個 蒸發板 他的蒸發板 不是冷氣那個蒸發器的 嗯 是那個 不是冷氣的方法 對 油往車頭打 如果他一直往前送 他是不是會變成像鋁箔罐 會輸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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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 其實就是這一顆啦 先看有沒有斷路 哦 看插頭 對 先看插頭有沒有斷路 對 看有沒有斷路 哦 那一條線從 起管下面走過去 對 哦 發起來 看起來沒怎樣 我以為就這樣煎的耶 對啊 這會跑空氣的嗎 算啦 算跑氣體的 哦 講也沒破的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哦 管子也沒有破 你看看管子 我看鋁箔罐 沒有鋁 這個有關的嗎 摸看 哦 你就來就看 好 我大概只有每個月會特別看一下鋁油 哦 是喔 因為他天生會吃鋁油 哦 真的 那你不要超過一萬公里 來保養工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超過一萬公里 他有可能不夠 啊不夠因為他的 那個MUTI AIR的那個作動器 會沒有油壓 哦 會不會發 哦 會不會發喔 啊不然鋁油不夠不會發 對 鋁油不夠 啊亮故障的跟你講 點火不了 其實不是那樣 哦 哇 那把怎麼辦 我先這樣看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先把它歸零重新設定 也許只是假的 也說不定 啊如果再亮 再亮那顆要換掉 對 燈還是亮著的 哦 那個引擎燈已經消失了 歐巴 歸零了 啊 那個燈光的三角形的還在 啊 那個就沒辦法 應該是LED的 哦 那有辦法弄 有啊 接電阻啊 接甲負債 騙電腦就好了 跟之前開起來感覺不一樣 比較輕耶 比較輕快 失拍器官換掉的關係 器官有換 對 啊 昨天我有看到啊 對啊 所以剛剛那個問題可能就是 管路可能有一些 你覺得應該是那個電池吧 電池 作用不良 哦 啊 如果說真的有問題的話 通常會在跟它拆的過程中 可以看到那個管子身體有破了 或者是像剛才的 大概這樣嘴巴吸吹一下 它會痛 正常應該不會痛 我們試回來 好 這樣沒有什麼 應該沒有問題 管子看起來都沒有怎樣 插頭線檢查一下 對啊 這個就是 這兩根都是油箱 哦 這兩個都是進油箱 會有一個先進去油箱 一個再從油箱出來 哦 所以會一進一出 哦 然後這個再去前面 這個再去前面 剛好也沒肉油了 上次修的那個 哦 沒有肉油 對 都乾掉了 乾吧吧 這是軟管的你知道嗎 有一些車啊 像Vios那種啊 還有那個 Auto那種啊 很便宜的車都沒有裝軟管 排氣管震動啊 超大的 整台車是 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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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就是它沒有軟管 所以排氣的振動 整隻館子都一直在振動 好像張罐的 connects 那個其實 educ 改一個軟管就搞定了 所以這樣就搞定了 對 然後 你接著 接下來就是要觀察 你要觀察它亮了之後 會不會洗 如果會洗 那可能它自己 真的就是作用不良而已 如果都像這樣量到底啊 那那個蒸發法 那個電池法 可能就真的要換掉 好 然後接著就是 因為勢必要找零件要等嘛 你們家如果有簡易的機器 把它削掉沒差 反正因為現在已經知道是什麼 就不用怕都削了不知道了 削掉還是會比較好開 是喔 對 還是會 我再可以看看 像它這個螺帽啊 這個我是不是去買新的就可以了 比較好看 大家都給我閃這個螺帽太壞 螺帽看起來很高的啊 這個給你回去 你要比這麼長的 如果你沒有去給人家訂做 一般材料行或零哪行 都會比這個長 都會比這個長 你鎖進去就會加到軸層裡面 這個就給你回去比了 就買跟這個一樣長的就對了 隔到寶物一個 謝謝Leo 因為每次都要麻煩他 我會跟他越來越熟啊 開這個車會越來越熟啊 你看這個蘭尼克跟他這麼好你就知道了 開蘭吉亞 你看我今天穿菲雅特500有沒有 的衣服 開菲雅特來修菲雅特500 我跟你講這個衣服在我還沒有買500的時候 我就先買了 這給自己一個目標嘛 我還買不起車的時候 我先買得起衣服嘛 好啦我們今天沒有耽誤他太多時間 我們就可以先落跑了 回去我們還有一些小東西要搞一下 出門在外只有聖化司 你讓我離開 我會說 我會打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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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打給我 在你的心中 你沒辦法 他還是會閃喔 你是要拔 我大概知道問題在哪裡 你們師傅接錯線 知道問題在哪裡 我想到了 因為它是那個1157 就是一個5瓦 一個21瓦 兩個燈 你現在方向針亮到5瓦那一顆 所以你的燈會一直 會左邊會比較暗 拿一個頭接著 就是這個嗎 就是這兩條線接顛倒了 這兩條 我把它改 改過來就應該就可以正常了 就是,我到世界中處女生 我幫我打方向針示一下 誒好了耶 那邊瞄 我不知道怎麼接 我可以收工錢了 因為它是1157 它是兩星的燈 就是一個5瓦一個21瓦 它接到5瓦那一個 就是它把5瓦跟21瓦接顛倒了 所以那個樣度才會不一樣 對 對 一樣亮 搞定 收工 結果查了半年 還要好是 這邊的線接錯了 對 所以就是類似像好像撞到LED 那電阻不一樣對不對 類似那種感覺就是好像感覺它 燙起來感覺就快散了 是這樣嗎 可是它外面是正常的 本來以為是燈泡壞掉 其實燈泡很壞 左邊 右邊 好啦 還是亮引擎燈 對啊 它要再弄嗎 還是一樣這個故障 還是一樣 它是收拿著 我先把它殺掉 然後我換內衣 所以我們要再去 就按照我跟你的袋子 去買那個 一模一樣的 然後再過來裝是不是 或是柯P先生可以裝給你 好 你這個在學會你就專修了 你可以來這個 我們就自己開 六號 找這個去找 去淘寶找找 找找看有沒有 有 然後再試試看 看它會不會再亮燈 那可以啊 現在沒有 但是應該還會再跑出來 因為那個 是另一部 一樣的問題 才會拍出來 我也有可能是 他沒有顯示出來 他拍又死 他就這樣看 你怎麼看 可是 怕是怕 它那個是一個單向 油箱會扁扁 對啊 氣要幫我們打油出來 一波 頭髮還不可以寫出來 一直輸 一直輸 還會爆 走這樣 但是顯然這個應該是不會 好了 還沒好 還是要找 還是要試一下 今天 要來 解決它亮燈的問題 去美國買了這個 零件 主要是這個零件 蒸發控制電磁閥 導致它亮已經燈了 現在要把它換 換掉 全新的 現在車上面是替代品 可是我剛開過來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亮燈的 但是覺得 過一陣子 開一開它 應該還是會再亮 所以乾脆一口氣把它弄好 等一下 可能還會再看一下 它的乾燥瓶有沒有問題 現在要開始弄 裝好了 師傅再檢查一下 對 再來要檢查那個活性碳罐 就是可以上網搜尋到一樣的事情 一樣的事情 一樣的事情 對 對 然後還不少人在 這樣講 有的人甚至儀表還會提示一個 油箱蓋要蓋好 油箱蓋未官 對 那看起來 依照比例 前面電磁閥跟後面那一個活性碳罐的滲漏 都是這兩個 就大概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這樣 兩個都有問題 然後電磁閥有問題 火性碳罐有問題 所以如果之後又亮燈 那就可能是後面生命後面那個東西 所以剛剛插電腦也沒有看到故障嗎 對 我沒有消除它 很奇怪 自己也不見了 那我們當然希望這個就簡單處理一下 絕對阿 趕快不要再壞了 好 好 我們去請小師開一開 好啊 好 今天要來有修乾燥瓶 我們等了還是等很久 等了快兩個多月 三個月 這是行星的 所以其實 國外都是換了這個 然後就等了 這個先觀察 因為你們不該處理 應該都處理完了 剩下這一個 然後也附加它那個 故障的描述 國外的那個 他們的社團 有很多人在罵這個東西 其中我們另一台玫瑰已經解決了 換這個 換這個以後就不會 它已經一個多月前來換掉 嗯 到現在都沒在說它 那樣的感覺 換你們這個 像之前 陸續就會 一個月內有一次 就是這樣 那樣的感覺 現在是沒有故障 嗯 現在都沒有故障 如果沒亮燈 那就是 真的是學會 絕對不亮 所以它那個 算是 原廠 的東西 就有問題 還是 那應該是 久了 久了 我不曉得 他們在那邊是不是 壞常態 歐規的是沒有壞 歐規是不會壞 歐規是不會壞 美規的 除了在那個 剛剛看到那個 白色的那個 電 電視之外 對 隱形式也還有一個 歐規的這個 隱形式也沒有後面 所以 美規是前面 後面 就多一個壞掉的東西 對 好啦 現在要回去 然後 六哥是說 要繼續再 開一個 一到兩個月 看看 會不會再亮燈 那如果都不會亮 那這個問題就是解決了 讓小四繼續 測試這台車 因為它西美剛好開完 那就看看 它會不會再亮燈 哈囉 大家好 今天這一集呢 算是來幫我的 菲亞特500 做一個小小的完結啦 後面不知道還會在做什麼 意大利車 怎麼能讓你這麼輕易的 捉摸出來它的個性呢 對不對 那這一次呢主要 我們這個 謝謝這個Leo Leo老闆 這不需要我們再幫他做宣傳 因為這個 只要是菲亞特的車主 沒有人不知道Leo好不好 之前不是會亮那個引擎燈嗎 我們最後一集的時候 引擎燈結束的時候竟然亮 那後來呢 陸續的呢 也亮了幾次 消了幾次亮了幾次 後來這個Leo查出來 到國外去做研究 好像這個美規的車型 容易有這個活性碳罐 出問題 還有一個這個油氣電池法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一些控制器偵測器 那後來呢 它就找了一個新的 幫我放上去之後呢 目前就都不會再亮燈了 等料也等了兩三個月吧 對啊 等很久 不過其實我覺得 跟我不常開也有關係 因為其實後期啊 我那時候是偶爾開一天 偶爾開一天嘛 一開就亮 又放了幾天 一開就亮 每天都開以後啊 它就不亮了 所以義大利車不怕你開 怕你不開它 你越長時間不開 你不知道它會給你出什麼毛病 那時候已經脫離喔 叫材料 所以我們想說 反正如果既然會有問題 就乾脆一併換掉 不過其實每天開了幾個月 它其實再也沒有亮過 但是我還是把它換掉了啦 那東西都叫來了 所以其實有時候開這種 義大利的這種歐洲車這種車系啊 如果想要對陣下藥 可能要多幾次的嘗試啊 因為Leo中間也有幫我 先換過其他的中古品 那我先試 換了幾次嘗試了幾次 很確認是那個東西以後 它才幫我叫料 這樣子可以節省蠻多金錢的 但是會浪費比較多的時間 所以才說嘛 你如果不是一個真的愛車的人士 或是對這個車有什麼太大的感覺的人 可能你就不會買這樣子的車啦 不會買義大利的車啦 接下來這個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之前呢 換了這個熏黑的側燈 打方向燈會有快閃的問題嘛 那我們在這邊也要謝謝那個傑夫光店 他跑一趟來說 欸不是啊 你們插頭接板了 是尾燈的插頭影響到這邊 他就幫我們把它接回來就好了 不過人家也是專業真的很厲害啦 你也要知道是哪裡接反 怎麼壓根怎麼想 我們都不會想到接反這件事情 事實證明說我們換了這個燈 其實它本身電阻應該就已經有修改過了 我從國外買回來應該是直接插上 不會影響那個 你的電阻值就不會亂閃 那是我們自己給人家尾燈 因為尾燈我有換掉嘛 我有換新款的尾燈 啊對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重點 其實現在顏色不一樣 我又去考一次 為什麼 因為原本我覺得那個顏色只有兩種 變化的顏色不夠豐富 我真的太太急巴了 後來我又去拗師傅說我不行 我我要 後來他幫我挑了三種變化的顏色 好像就是紫色藍色 第三個顏色是有一點點的 棕色跟金色 如果你們比對我以前的這個影片啊 其實現在的顏色跟之前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就是裡面的變化的顏色多了一種 就是希望他與眾不同啦 因為現在已經就是我完全就是我的樣子 所以現在車上有點亂 都是我的東西 好上次柯P幫我把這個下面的護蓋 修理好了 那也有很熱心的觀眾跟車友 真的非常謝謝他 可見這個是通病 所以他有這個下面的那個螺絲的零件 他有送過來給我跟柯P 3D列印 3D列印的零件 說那個只要換上去直接 可是現在柯P修好之後其實也就 沒有再分開了 當然我就把它零件先收下來了 自己3D列印的零件就代表應該是通病了吧 對啊 所以不是我們買的車車況不好 那再來一個我覺得自己的一個小巧思吧 好不好 就是這個DONKEY的這個排檔頭 我就是去買DONKEY的那個小桌 我記得他50塊嘛 然後我就把它剪開 把裡面還沒挖出來 挖出來 塞下去然後我用束帶把它束起來 然後我覺得還不錯 蠻可愛的反正自己的車嘛 就是把它裝點成自己 喜歡跟想要的樣子這樣子 然後呢我還有一個就是說我這邊旁邊有接了電線 我是從這邊走 從這邊出來 那這是一個上次講的那個快充 我們本來線只是把它漏在外面嘛 對 我後來是把線呢 藏在飾板裡面 所以我之後我就可以穩穩的放著 OK 我們的黑人吊卡跟我自己上次黏了一個 跑車計時套件 沒有啦時鐘啦 時鐘可是它好像不準 不是啦它已經沒電了 只是我覺得這個是裝飾用的 對我就沒有再去換它的電池這樣 這阿呆應該是面紙套啦 對 可是我還找不到這麼小包的面紙放進來 它破掉了 好就這樣 有沒有 對啊這是一個阿呆 它還有大隻的大隻的我送給阿呆了 好那這個鑰匙呢我把它換成這個鑰匙圈 然後上面有一個小鞋子 嗯 可是我覺得有點叮叮 放口袋的時候好大一包喔 很大一包喔 對 我現在比較常開阿 所以就覺得麻煩 然後再來一個 當然那時候的尾燈 我們也換成新型的 菜館也是維持原來的 那因為重新烤漆 所以這一片也都重新烤漆了 因為它這個要跟這個顏色的 還有一個 泰山又重新幫我做的 Pizza 之前的變色 之前的變色 它太陽曬一曬 然後就整個顏色都不見了 所以這一次的貼紙的質量就比較好一點 不會變色 要不要學三道猴子來賣貼紙 很好賺耶 很好 這樣子我就可以還貸款了 還錢 我就可以還貸款了 你想想看喔 其實我曾經也想過 我曾經在加拿大的汽車網站 看過那種197幾年的菲亞特500 我好想買回來 因為我覺得放在那邊就很可愛 可是 那種天空藍水藍的 就放著好可愛 眼睛圓圓的這樣 可是你就只要放著嗎 就不能開啊 就不能開啊 對它是賣零件車啊 可是真的很可愛你不覺得嗎 其實有些車 你把它成為移動的工具 那有些車呢 你會覺得它是一個收藏品 就跟玩具一樣嘛 所以我覺得 那個是每個人的一個想法 那這個車呢 要不要賣 不知道 還在想 因為我現在開這台車 才看我沒開 才看還是一百多公里而已 這台車已經被我開到快六萬公里 我記得我們買回來是五萬二左右 印象中 現在已經差不多六萬公里了 六萬公里我要去旅遊那邊保養 因為我想說整肅保養 好啦 我們去車頭吧 好啦 這一期的小思的小搞搞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喜歡看我們有更多各式各樣 我們自己的車也好 還是其他我們收藏的車也好 那記得要幫我們按讚 分享留言 讓我們知道 做更多更好看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再見 下次見 呵呵呵 講了再見 好像要配修了 呵呵呵 最棒的就是好停車 真的好停車 對 我不管到哪裡的 超級市場的停車場 百貨公司的停車場 工友的也好 機械的也好 我跟你講 如入無人之境啊 沒有什麼車高的問題啊 尺寸的問題 寬度的問題啊 再怎麼小的位置 我都能夠上下車 你知道嗎 但有個壞處啊 我常常被觀眾拍照傳給我 都說 欸小思我剛剛在哪裡又遇到你 然後甚至 有一次我停紅燈 然後有個重機 從我旁邊擠過來 然後他就轉頭 因為我沒有貼隔熱紙 對 他停在我左前方 後照鏡前方 然後他就轉頭過來看我的車 然後剛好我也轉過去看他的摩托車 因為他的摩托車是三道猴子那個 綠色的 然後我們就四目相對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跟我比個讚 然後我就跟他點個頭 他可能覺得車子很帥吧 不過這個車我是覺得就蠻方便的啦 Size 大小 然後因為我 我就說了嘛 就是你想要配快 你也不想開重車對不對 然後就是開一個態度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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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就有啦 不好的體驗就是你可能 開關門要很小心 因為這個七會很怕去翹到 這個七會會很擔心去翹到 因為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好整理 沒有那麼好的烤漆 這是唯一的壞處 那其他我覺得 還有開不快 可能就這樣 可是你說開不快 我覺得 蠻符合大多數的市區道路使用的 真的也年紀有了 也沒開 真的沒開那麼快 真的是沒開那麼快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For Odom 百年歐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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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